这个王老师师里说的 芹菜真的是全身都是薄 咱说芹菜 你就把它拎出来 咱们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咱就讲芹菜 芹菜 芹菜都有哪些功效呢 我们可以看我们这KT版 我的活是吧 一个眼神 你就只知道吃了 干活的时候就不动动了 看到了啊 芹菜五大功效 咱从下往上说 清热生津 这是第一个功效 芹菜这个东西啊 胃干性凉 它是个凉性的东西 它可以缓解 因为气候干燥导致的上火呀 口干舌燥啊 这些症状 现在有很多人都这样 到了秋季之后 秋冬的时候 口干舌燥 然后还有什么症状呢 气喘心烦 失眠头痛 食欲不振 这些症状可以同时出现 也可以分别出现 而芹菜对它们这些症状 都有缓解作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 芹菜能降血压 这事大家都知道 对吧 懂得养生之身都知道 能平稳血压 它有酸性的降压成分 能够平稳地 让血压降低 当然 幅度有限 跟药比不了 在蔬菜里 这就相当厉害了 第三个 它能够镇静安身 芹菜叶当中 有一种碱性的物质 能够安定我们的情绪 消除烦躁 第四个 养血养盐 为什么这么说呢 芹菜里铁含量很高 大家知道 铁含量高的话 它这是有机铁 那么人的血就好 所以它能养血 这人如果血好的话 皮肤就好 如果是血亏的人 皮肤苍白干燥 然后我们叫面色无华 色如枯骨 说的就是这样人 你芹吃点芹菜 就能让我们这脸色变得更好 我看最上面这一行 写的是清肠排毒 而且还标着红呢 一定是芹菜最重要的作用了 是这样的 这个芹菜啊 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功能 就是排毒 所以芹菜是非常著名的排毒菜 这么说吧 谁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便秘的人 通过日常饮食调理 你说吃点什么菜吧 芹菜肯定会属上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有效啊 清肠排毒 通俗点说 就是保持这个大便的通常 这个汉代有一本书叫《论恒》 这书里有记载 说欲得常生 常中常青 欲得不死 常中无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大便 它能带走人体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这个毒素 如果这个人的肠道 变不通胀 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胃肠道疾病 尤其是轻的 口臭 重点腐胀 再重点 起大包伤火了 这个 有这样症状的人 要格外注意排毒的问题 要有这个意识 为什么呢 因为毒素如果长期在肠道内积累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肠炎呢 包括一些这个皮肤的一些问题啊 包括一些呼吸系统的问题啊 都会体现出来 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现在啊 从健康角度来讲 轻素变排长毒就等于肠道健康 同时进而来讲 就是整体的健康 肠道的健康 是人整体健康的基础 人想长寿 一定要保证肠道健康 现在很多病啊 都跟肠道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 肠道的健康和人的寿命 和衰老长度和健康长度 直接相关 所以这件事大家记住 千万不能够让我们这道健康防线 被攻破 排长毒很重要